南部院区推出《汉墨空间》至今有两年之久 这个展览以提供基础的中国绘画史认识为目标 这一季选件在考虑时代、题材与品质之外 特别简择一些色彩亮丽 或者搭配了特色纸张的画作 我是林宛如 是第三季汉墨空间绘画部分的策展人 现在任职于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 担任助理研究员 专长是中国绘画史 月末西元八世纪前后 山水画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画类 随着地域差异 大抵有南北山水之别 南方山水画以江南景致为表现对象 墨色通常比较平淡 山石被描绘得像松软土丘 笔墨也带有较多水分 用来捕捉山林阴暈的气息 相较之下 北方山水则以雄剑壮阔为特色 像是这一次旋展的秋山图 画中耸立了许多峭壁 每一组的山峰又是由层层的石壁堆积而成 山石轮廓看似连贯 其实是用许多短的线条拼组 石面上是短而直的村 让山峰有坚实的质感 同时可见这片山林的林木茂密 山谷里溪水潺潺 是一个十分宜人的环境 山间还有屋设篱笆 屋内有母子嬉戏 再在显示画家原用了隐居山水画的与绘 在薄雾与树木的相互演映之下 这些错落的峭壁巨石 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空间 行走于山境上的人物呢 也更加凸显这个山林的壮阔 《观山积雪图》是文哲铭与王虫出游 在楞茄寺看雪时的创作 文哲铭用了五年的时间 才完成这件送给王虫的画作 画中椎体的山峰重重叠叠 幽碎升旗 白雪披复在山头使千锋失翠 然而在一片雪白之下 山石围露青绿 树梢也藏着淡雅的色彩 为天寒地冻的山林增添些许生气 冰天雪地之中 不时出现骑着驴子的红衣行律 格外引人注目 特别在一段画洁冰湖面的段落 一群人走在开裂的冰城湖面上 是龙东独有的游乐之趣 山水画与自然山林之间的关系 在十二世纪之后有了转向 山水与会成为文人画家 抒发胸意的载体 尤其是雪景山水 经常用来寄托孤高脱俗的心智 文哲铭借观山积雪图 也传达了类似的心境 与文哲铭插了二十四岁的王冲 是在书法与学问都相当杰出的青年才俊 陆诗道 以金石娇兰 辟喻两位君子坚真的娇情 相当能说明这一段忘年之交的情谊 文哲铭在一五二七年 辞官返乡之后 便以汉末字语 而且也开始出现 轻数年之力绘制的作品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五日一水 十日一时 这样子的速度 有好几件赠送给王冲的 都是这样子 投注大量时间与心力的作品 文哲铭认为 他苦心经营的巧思 能在知音王冲这里 被充分地理解赏见 仿赵伯铭炼丹图 是一件青绿色色的立种 颜色十分严厉 但它是一件明代晚期 脱名当代著名画家 球英的商品画 提名中提到的赵伯铭 为宋代宗室 以青绿山水闻名 由此看来 这件商品画可说是一件 当代名家追访古代大师的企画 反映绘画市场的蓬勃 尽管这是一件未造的作品 但是此画用笔工细 造型精紧 着色也十分浓艳 画家大量使用色彩鲜利的矿物性颜料 局部再用泥金点缀 铺排了一片青粒幽深的山林 龟角状山体是由多个洞窟交错而成 形成一道量体轻盈 又富有窥探乐趣的屏障 洞窟前穿红袍的人物席地而坐 面前小顶放出一束红光 显示单药炼成 前景与观者隔着小溪与色彩缤纷的树林 后方的山林则遍布了白、红、紫等颜色的花草 更显此地非薰尝可及 是一件装饰效果家 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